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5号星期三 昨天我们说黎铁好像被刑讯逼供 被摁在那儿把头给剃了 剃了个秃头 导致黎铁心理崩溃了 然后就全说了 然后我们说这样是不对的 你不能这么搞 你这么搞就取打成招了 对不对 万一黎铁为了怕奶揍 就随便咬 然后那边为了怕奶揍就都承认了 那岂不过就是说这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对不对 你要抓腐败你就真的抓腐败 而不能这么 这程序正义也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然后今天你看怎么着 昨天我们不说他们对黎铁行刑逼供 今天马上就把黎铁的罪账都出来了 要引起民愤 让老百姓知道 剃他的头也是应该的 揍他都是应该的 看看咱们看看黎铁都有什么罪账 第一条 说黎铁买卖国脚资格 说明码标价500万人民币一个 说这个球员 只要当然差不多了 也不能太次了 你不可能这郭德纲给500万也能进国足 对不对 当然郭德纲给5000万也行 也能商量 反正这500万你要差不多了 给500万就可以进到国家队 进国家队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镀金 镀金能进国家队 入产国家队的 在俱乐部里面都能提主力 然后工资也会上涨 然后还有什么广告 各方面收入都比较好 所以有一些球员愿意花点钱的进国家队 当国足就觉得有面子 另一个是什么 国足拿800 李铁当国足主要链 拿800万年薪 然后还强制武汉卓尔俱乐部 再给他3000万的年薪 按照规定 国足教练不允许在俱乐部兼职 当时足协主席陈讯员 也曾出面要求李铁 放弃俱乐部的年薪 但是李铁 就是说不听 李铁认为当年 意大利要什么 李皮部也这么干 李皮部都是同一份薪资 但是俱乐部帮到哪一部分 是这么个意思 李铁最后也是因为这事最后折的 倒霉倒霉在这 第三就是国有土地 公共土地变成了私人用地 说李铁八号沈阳足球公园 这名字叫李铁八号沈阳足球公园 说原先是公园用地 原本属于免费的公益土地 但是李铁以建的培训基地的名义 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性质 利用国足名头 说我们是国家队 要开展青少年足球训练 收取培训费 直接用于出租 承办当地的一些体育活动 那么国有公益的公园用地 免费应该是为市民开放了 结果变成了李铁的私人用地 市民要交租金 才能在里面的健身 结果李铁八号公园 每年营业额数千万元 说很大的一部分都进了李铁的腰包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个就是第四 说巨额财产的来源不明 沈阳一家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 有李铁存款的一个亿 其他的几个银行加一起 还有一点七亿 所以李铁在国内 有二点七亿人民币的存款 然后还有多个海外账户 说海外账户现在还在追查 金额尚不明确 另外一个就李铁名下 有九家关联公司 其中的六家公司 有股份在三家公司的任职 所以他在国足的任职 还在俱乐部担着总经理 还在三家公司的任职 满处都捞钱 哪怕都得开工资 第六说他打压规划球员 说国家拿了20亿规划金 给一些海外球员 让他们规划 帮着中国来踢球 结果李铁把这些位置 让给了那些 给他交五百万的球员 把规划球员就会腾位置 为了给自己经济公司签约的球员保位置 把实力更强的规划球员 就归在替补席上 就这个 第七还有干涉球员交易 说李铁背着俱乐部私下接触球员 他不是俱乐部的总经理吗 私下接触球员 承诺带球员去国足 镀金 然后就把他的球员的年薪 跟俱乐部说 说球员年薪是六百万一年 说这是国足了 他们国足了 实力很强 六百万一年 但是实际上 就这个人的年薪应该是两百万的 但是给他涨长到六百万 然后六百万之后 他拿三百万 然后李铁拿三百万走 知道吗 那个人也能接受 为什么呢 他本来就值两百万的 现在给他三百万 还多拿一百万 还能去国足 那人也接受了 所以给他李铁三百万 另外一个 第八个 就是说他把他的老婆 女儿全部都已经移民美国了 他自己当国官 在这边捞钱 捞了钱 就往美国弄钱 说他还在英国 美国 西班牙 澳大利亚 都有他的 都买了房子 都有房产 而且他的妻子女儿 在美国都取得了美国绿卡 说长期生活在美国 就是担心自己 万一被抓怎么办 老婆还都已经出去了 反正 就是说 他这意思 主要的意思 就是说李铁 声名狼藉 而是以自己的利益 伤害了国家 伤害了国足 伤害了球迷 所以就是说 即使被刑刑逼供了 即使被踢了头 也是应该的 该踢他的头 踢他的阴阳头 观他牛逢 这个还是不对的 我觉得程序正义 还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的话 你没有了程序正义的话 你这个正义又不值钱了 对不对 好吧 不管怎么着 但是我相信这几条罪状 应该就差不多 都是他的罪状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个罪状倒也没有陷害他 好吧 都是他自己干的 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 那这些事情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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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